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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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风声在傻傻作响 敲打着谁的惆怅 思念在一瞬间生长 再忘了夜多漫长 掌心的泪 磨到滚烫 只愿为你散生痴狂 落花满天 有闻情香 与你天地间徜徉 如果爱太荒凉 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 这一路有多远 这三世有多长 只收到地老天荒 风起起舞茫茫 雨滚滚雪满满 一步步都陪你同往 牵着手给惊慌 管明天会怎样 哪怕注定流浪 哪怕海角天涯 手牢牢不放 爱念念不忘 人生何须多辉煌 俗话的终生空 执着的都随风 进入了许多跌宕 遥遇多少风浪 心不再摇晃 一起细数着过往 陪你等风停了 雾散了 雨逐了雪滑了 再遇见绝美月光 还有我在你身旁 不过你不要害怕 这件事情 只有我和新奴知道 我们来想个办法 让你尽快成为 太子殿下的女人 用喜事 把这件事情盖过去 娘娘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 我是真心喜欢你 自然会帮你 放心吧 好 无论如何 此事也算是做完了 你可以走了 多谢上神出手救了小儿 桑极他日 必会好好回报 回报就不必了 此事完全是因为 我与绍兴的主仆情义 与你毫无干系 若是你来的话 恐怕连狐狸洞都进不去 你走吧 丧己告辞 陛下 你可不能丢下臣妾 陛下 朕不会丢下你 你 COR幟 就不得了 你可不能丢下你 你还要做什么 你可不得了 哪儿 你可不得了 好 朕叫你留 你便留 朕奉你做淑妃如何 陛下 这不合礼法 朕的后宫 不合礼法的事情还少吗 你叫什么名字 小九 那朕以后就叫你九儿 好吗 来 日落山头了 这小丫头应该正常了 来 道长可是要用晚膳了 带我去汉诞院 是 太子殿下 师父 原知有件事情 想同师父商量商量 师父可否陪元臣 去那边站站 师父您看一下 他可爱不可爱呀 师父你看 他可爱不可爱呀 锁仙灵 这个是先前的师父给我的 一只鸽蜇也没什么用处 此番正好给小乖乖使 可惜呀 你手上这位他是有主的 若你要将他私藏了 他主人找起来 恐怕有些麻烦 所以元臣 才想同师父商量商量 师父是个高人 您能不能同元臣 一同讨一讨小乖乖 元臣是一介凡人 寿臣十分有限 但元臣命归皇土 必然会将小乖乖 归还于他的主人的 不要啊 上臣 不要啊 师父你看 小乖乖听说我要养他 也很振奋哪 既然你喊我一声师父 我便得帮了你这个忙 好 我去帮你 同他的主人讲一讲 让他留下来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真的吗 师父 你竟然真的应了元臣 元臣这不是在发梦吧 你们俩在做什么 今天越黑风高的 你们二位还是快下来吧 免得吓坏了他们 活的神仙 我竟然见到活的神仙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活的神仙 此番两位神仙深夜来访 可是因为我父皇 得正昭著 上达了天庭 恐怕要让太子失望了 本君此番来 只是来寻妻的 来 来寻我的 不过话说起来 维师人是该同你道别了 寻妻 姑姑莫要挂心 小仙只是将她的技艺消除了 多亏了姑姑妙手 元臣的气运才算是圆满 可是帝君的气运稍有变动 还烦请姑姑能够领一领路 小仙要找到凤九小殿下帮个忙 你请她领路 找到明天早上 也找不到凤九 还是就个土地问问吧 行行行行 仙君 带我们去汉丹丽 是 稍等 我终身的法力被封了 可否请兴君施个法术 将我这徒儿送回她的寝宫 千奇 你对我这堂地挺不错的 她可是我唯一的徒儿 那她不能再唤我大哥了 她得尊称我一生师殿 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占人家便宜啊 就因为她调戏了你的侧妃 你怀恨在心了 你不是我都忘了她被和下凡历劫了 调戏一个不算侧妃的侧妃 便要下凡历劫六十年 那么当着本君的面 握着本君妻子的手 又该怎么算 走吧 方才听你说是来寻妻的 怎么一来就急匆匆地去找凤九 自命来捕洞化帝君的契运 我便顺着来看看你 来看我 今日 殿下将小仙从攀陶会叫下来 就是为了看看上神 是如何让人把帝君推下水的 若是帝君日后知道了 恐怕也要将我替下来呀 到时候太子殿下定会为你求情的 凤九小殿下 与帝君的气韵交汇了 这才是小仙来请上神帮忙的原因 可与凤九有何关系 那就请上神与小仙走一趟 自然就明白了 请 太子殿下 上神 兴君 这便是汉诞院 小仙就先告退了 去吧 既然方才太子殿下 已将上神的封印解了 咱们就隐身进去吧 遗当柯致凤茶 小祖宗回个神儿 好 哥哥 白日你又丢人了 还好 你借的是陈贵人的繁身 丢的也不是我们青秋的脸 我不会告诉你爹的 可是 我弄坏了帝君的气缘 时也命也 太子殿下怎么也来了 是不是我爹也知道了 本君和四命星君 君是看你们出了差错 才匆忙赶来 除了这屋内的人之外 尚无外人知晓 放心吧 姑姑 怎么办啊 今日帝君昏迷之时 一直拉着我的手 醒来之后一双眼睛望着我 神情都快掐出手来了 是不是你看错了 也许是他在水里面泡久了 所以能掐出水来 可是他说他还要生我的戒品啊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吗 那是应该的 小殿下是说 帝君已经对你种了情根 思妙 你这写的都是什么破气韵啊 那既然 帝君已与你种下了情根 那就只能 委屈小殿下陪他唱出戏了 什么戏啊 本来呢 这情结是该由那落水的女子来造的 可现如今 也只好请小殿下来造了 你不帮我想一想这个脱身之法 你反而现在让我留下来帮他造结 真是枉费了我们多年的交集 小殿下 是你自己乱了他的气韵哪 我不管 反正我是不想再去那个太成功 其实不关小九的事 肯定是因为我动了元甄的气韵 才会变成这样的 那既然小殿下已被卷入此事中 帝君的气韵若被打开 小殿下也难逃凡事 方才小仙蹄的法则是唯一的法则 既能让帝君立情景 也能让小殿下面遭反尸 看来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那 那我要怎么帮他造结 这简单 你只需先给帝君尝些甜头 将他的一颗真心拿到手 待他日他对你一往情深之时 再将这颗真心拿出来 反复地践踏蹂蹦链 变客 你让我蹂蹦他的真心啊 届时小仙会给小殿下 拿了一些戏本子 上面就是教人 如何践踏真心的 姑姑 太子殿下 我这抱的都是什么恩啊 奴婢 奴婢叩见皇上 完了 我先将你这两生咒给解了 你请慢慢报恩吧 好 好 请 秦倾 还没睡吗 臣妾睡不着 朕也睡不着 只想来看看你 若你睡了 就站在此处望一望 你睡的地方也好 更神露重 陛下快进来吧 我上海有些事情要处理 明日你先回青秋 过两日我来找你 上神墨介意 此番我们是从盘桃柜溜出来的 还需快快赶回去 小贤告辞 娇儿 还不睡吗 许氏 今日吓坏了 睡不着 那朕 就陪你彻夜下棋 臣妾不太会下 去睡觉 灵灵俩 去顺了 人才过去 你会让我听 灵灵俩 你这儿就受病了 还给我 黑白露出站 你寻找到你 你这儿觉得 面对我 真是 你这儿 你这个机会儿 反复地践踏 蹂躏 面刻 甜头 昔日我在天空 都没拿到他的一颗真心 眼下 眼下该如何是好 舅儿 你是何时入宫的 十 十七岁那年 我 方才朕在寝殿 想要回忆初次与你见面的情景 却毫无头绪 你虽然已经被封为了贵人 也已经侍寝过 但 朕对你初为人妻难言 也记不清了 你可怪朕 臣妾不敢 陛下日理万机 臣妾不敢 陛下看什么 朕听皇后说 朕当年宠幸 是因为你棋艺精湛 怎么 落了一次水以后 连棋都不会下了 许是皇后记错了 臣妾擅长的是厨艺 不是棋艺 那不知明日臣棋 朕能否吃到酒而做的饭 陛下 真要在这儿待一晚吗 有何不妥吗 没 你可是在怪朕 昔日冷落你 陛下 陛下日理万机 臣妾怎敢 你只会说这一句话 这可如何是好 虽然青雄明风 历来是淳朴 你请我愿便在一处 可 可是爹要晓得我与帝君 朕还你个拜堂日夜 就按民间的习俗 再和你成一次亲 好 你 遇见你的美业 如清风明月 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 孤盘留恋 如时光搁浅 时重逢一如初见 缠绵缠绵 有你的思念 温暖在我掌心 蔓延 乌鸦荒野谁忘了世间 一般青涩一般纯真 陛下 我们如此不合宫中规矩 若是让皇后娘娘知道了 怕是要怪罪的 会错过又擦肩 你的喜悲 有了我全都遇见 三千繁华 只为你一人留恋 遇见你的美颜 如清风明月 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 没有人再当回答你 空间年月 只为花开那一年 就算来来回回 错过又擦肩 你的喜悲 有了我全都遇见 三千繁华 只为你一人留恋 二千手 也要留恋 一千繁华 一千珍 太殿下 三三殿下 三三殿下 方三你和白凤九的对话 漏洞百出 你是不是有什么 瞒着本君的 既然太子殿下都看出来了 我就直说了 东华帝君此次下凡 是为了还白凤九一个情债 情债 白凤九在太成宫 对东华帝君用情至深 可是帝君与白凤九并无缘分 所以帝君此次下凡 是为了还给他一个凡间情愿 但是这段缘分 也只是短短凡间一事 并无善过 所以你这次 既圆了浅浅帮元贞的心愿 也成全了东华帝君 和白凤九立情结的心愿 幸亏是有姑姑这一出啊 要不然我还要再想别的法子 让凡间的帝君喜欢上白凤九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您让臣去查的事情 已有结果了 说吧 那些遇袭的仙人 并没有太多共同点 除了 他们皆是上仙皆平 上仙皆平 好 这下子殿下 小面前下 爱你 目了 我住过 我走在你上仙人 大小的仙人 你也可能偿下 你这一会儿 可不可以 你现在不会有声 男孩 客气 不许回来过 不对啊 姑姑回来了 好像 姑姑还嘱咐我在狐狸洞 好好待着 哪里都不许去呢 是谁给你下了迷魂术 迷魂术 没有啊 发生什么事了 姑姑 大事不好了 你可算回来了 雪女假扮了你的样子 带走了墨炎上神的仙体 还把小殿下带走了 善子 今日 还是要让你再尝尝血气 姑姑 我怎么那么糊涂 让姑姑一个人去 怎么办才好 太子殿下 对 太子殿下 天族上仙屡屡屡被截杀 天族上仙屡屡被截杀 一定是因为那义后 生下的那个病儿 什么 朕是个阴读的术法 上古时候 有过叫杰鱼的女命 因杀孽太重 截二连三地生下病儿 于是她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便是截杀上仙 再将仙体 炼成丹药给病儿服下 病儿便得以康复 竟有如此寒毒的法术 能够操纵这么多傀儡 又有胆子去截杀上仙的 我想不会是义军离境 而是那个在七万年前 就背叛昆仑离和天族的义后 玄女 如果是义后所为 那离境也透不了干气 我这就去禀告夫君 三叔且慢 这是两族的大事 不能只凭我一个人的推测 就断定 还是带我亲自去大紫兵宫 问个清楚 好 那就等牌头会结束 你我一道去 七万年前戒备森严的宫门 今日竟无人把守 玄女 你可是要请君入风 云上 青秋弥谷求见 请留定 取得带过来 请 spreading 是 太子殿下 帮忙我家姑姑 大胆枪匹马地 杀到大紫明宫去了 你说什么 那以后劫走了 孟元上身的先帝和小田孙 我家姑姑急轰了眼睛 就杀了过去 太子殿下 这树精是什么身份 竟也敢炒如盘桃一样棍 真是不成体统 你看 太子殿下为了那个女人 连天族规矩都不顾 一日后 若是真的入了喜务宫 可不能如此 是啊 别闹得太子 我是真的 你不会在乒乓 你不在乒乓 你不在乒乓 好 浅浅 七万年别来无恙了 我听军上说 思音是个狐族女子 我便料到是你 在昆仑须初见思音时 我便很惊诧 这世间除了我以外 居然有人比我更像浅浅 你说你像我 你可是忘了自己 本来的样子吗 刚好是李陶灵的哲言上神 近来闲得狠 不如请她来帮你想想 不管怎么说 今日本宫便把你的命给取了 便没有人能同本宫一样了 昨日本宫得了莫冤的仙体 所以和你的儿子 本宫便知道 你要来找本宫 本宫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了 因为你肯定是特别让 天下的眼神 不是 是 你不去 实际人 你怎么会 在这儿等着你 他竟然眼睛不好 好光 真是天助我力 满身的伤痕 人真叫人心疼 此番却叫哪个来救你 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 当初也是靠着你这张脸 君上才上了我的态 就算变作这张脸 要有何稀罕 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爱君上数万年 他却对你念念不忘 今日我便将你的命娶了 日后 日后世上便只有我有这番荣誉 君上自然会生生世世都守着我 告诉你 玄女 我这个上神就算是闭上眼睛 也能将你身边这对废物 杀个干净 将她的命给我取了 将她的命给我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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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是谁向你伤成这样 伤我的人 已经都被我杀了 眼下只剩这个女人 你是要自己来 还是我帮你 她羞辱我世尊 伤我亲人 让我亲手了结她 韩音 君上 君上 我是玄女 你为何与阿姨如此 一模一样对吗 君上 现在我们只要杀了白浅那个贱人 这世上 就只有臣妾有这番容颜吗 你若喜欢便日日看着我 臣妾也会一直守着你的 你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女人 炉走了我师父 还有你儿子 你是你的儿子 儿子 君上 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好起来了 真的 你看 你看那墨渊 我们把他炼成仙丹 君上 你之前嫉妒墨渊对吧 你以后就无需再这样了 我们的儿子 马上就能拥有墨渊的元气了 你给我住嘴 难道我说错了吗 当年不把那玉魂给白浅 不就是因为你嫉妒墨渊吗 君上你还不知道吧 他就是当年那个司阴神君 玄女我且告诉你 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 受了我七万年心头血 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 心头血 你是说 李靖 你们的往事姑且先不提 本君倒想问你 今日这笔招该怎么做 是要私了还是公了 公了又怎样 私了又怎样 私了便是将你这不知 天高地厚的义后 薄皮抽筋 一些本君心头之分 公了 天族的将士 已经许多年没有打仗 正好前他发慌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看看这么多年来 到底是哪一边 兵裂得比较好 军上 你真的要严惩我吗 不会吧 军上 难道你忘了 你忘了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吗 要是没有我 你登得上这义军的宝座吗 他不敢出兵的 他不敢出兵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敢出兵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 你不过是天族太子 为了一个女人出兵 天族不会答应的 我不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出兵 莫冤上神是天族的尊室 白浅上神是天族未来的帝后 而阿里 则是为了要继承本军的位子 此番三个人 都在你大紫铭宫 受此息之大忽 你说 天族的众将士们 能厌得下这口气吗 玄女此前就有一些封殿 要不然也不会住下如此大错 住手 还望太子殿下 能够网开一面 浅浅 你是我们的网开一面吗 天族太子 天族太子 亏你对白浅这个贱人 如此好 你还不知道呢 他跟他师父 是吗 浅浅还说你那张脸跟他长得很像 本军倒是看不出有哪里像 皮相这东西呢 当初我既给了你 便不会太在意 如今我看你戴着这张脸 我真的不太顺心了 你要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你休想逗走我的美貌 你就算找了折颜来 我也不怕你 找折颜做什么 我之前不过同你玩笑罢了 你真以为这四海八荒 只有折颜绘着易容换颜的法术 老身不才 过去七万年礼无所适事 顺便精通了这门法术 你若真的要剥皮抽筋 也不该带着这张脸去剥皮抽筋 你要干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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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自己这张脸吧 我早跟你说过 折颜的术法用来做坏事 会遭到反噬的 天天 还撑得住吗 撑不住便睡会了 理解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自己看着办吧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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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是想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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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看着剧掉脸 我不要 我怎么会有点 你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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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